自身一人郑泽氏 4月25日现身香港尖沙嘴 为TVB新剧《连政行动2019》宣传 最近几年每年都会拍TVB剧集的郑泽氏 被发现一年比一年瘦 身形变轻盈了当然是好事 不过家于户晓的肥猫形象 可能也成为历史了 没有减肥是这么说 是这两三年吧 很好要减到有三十半左右吧 这样会比较轻松 年纪越大的话没有那么负担 我觉得特别要注入健康 不要说我们老年人年轻一辈 更加注入健康 你想活得长久 活得精彩 那必须要治治健康 也许就是因为反差太大 令人怀疑郑泽氏突然得了什么病 希望误会解除后 郑泽氏的健康越来越好 还能制造出比肥猫更深入人心的形象 那是一个误会 在杂志上拍到我一个什么 很憔悴的样子出关 说我说 哎呀那是一个误会 因为去年的年龄刚好拍完一个戏 那个戏之前要演一个老人家 所有把我的头发全票 票了五六倍吧 五六次 然后所有头发的票变白了 然后又断了 刚过年的时候 我记得那天是年初四吧 那个理法店还没开门 没有把它弄回来 结果给记者朋友拍一张 说潮水出关 我说哎呀没办法 算了算了 但是很多朋友关心 我告诉他没事 你看我现在潮不潮水 你潮水就可以了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